好,我现在呢 已经做完我的雪人了 好,我把它存档 存档的时候呢 我就放在 你可以换资料夹 那我放一个 建一个新资料夹 好 好,我建一个叫Blender Homeworks 的资料夹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 这个档案呢 就命名成雪人 Snowman 然后把它放进去 储存 这样子我的雪人就存起来 那存起来之后 我不是就有个档案吗 就有个这个雪人档案 我可以看一下Blender Homeworks 563k OK 那这时候呢 各位 你 不管你习惯用什么网字 那你把它传到你的网字上面 也可以 那 你也可以传到一个叫像Dropbus 这一个网路磁碟机 这一个网路磁碟机 也可以 但是你要能够让我存取到 像Jabas 你就必须放在公开资料夹 那我现在的习惯 我会先放在这里 我使用的是WikiDart 那我会用一个资料夹来放 OK 我建立一个 这是我习惯的用法 我建立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呢 在这边建立一个新的页面 OK Blender Homeworks 好 就这样 组存 然后我用档案 上传 把我刚刚的那个档案呢 好 那个档案在这里 把我刚刚的档案 这个Blender Homeworks 里面的Snowman 把它上传上去 OK 好 这样呢 我有一个网址 这是我的网址 复制连结网址 但是 但是各位交作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建一个网页 那我的网页呢 我们就 我就把它 建在这里面好了 好 我加一个Snowman 我把刚刚的网址贴进来 好 那我在这边 这个 我把刚刚的网址贴进来 我就上面写 好 选人的作业 那最好加你的名字 好 比如说这样 那这样子呢 OK 好 我用专案下载 这是学人的作业 然后接下来呢 我插一张图 好 我插一张图进来 好 那你会发现我还没图 因为我还没插上去 那我把它拍按F12 OK 对 那你按Print Screen 对不对 它是不是会印到那个小画家里面 那我从小画家去把它抓贴上 好 我是不是会得到这个画面 好 那我可以直接把这一张就贴上去就好了 好 那我就把它存档 另存新档 好 当然不止小画家可以用 很多都可以用 所以我把它一样放到这个blender onworks里面 好 记得存档的形态 通常以图片请用JPG的 那我在这边呢 我就把刚刚的那个档案给上传 哦 对 刚刚 对 OK 好 这样我这个雪人的图 重心整理一下 OK 它现在没有出来 有 稍微修改一下 好 那我的这个网站 它有时候图塞上去会慢一点才会出来 好 那这是我的作业 有专案档 有图 OK 这个图点进去 这边目前不能点进去 但应该是可以点 好 那所以有专案档 有图 那我把这个 这个连结 我把它抠到这边 好 那我就写 或者是你写你的学号 也可以 好 那 放上去 好 这是我的作业缴交方式 那每个人呢 雪人作业就回复在雪人作业的后面 好 那下次我们如果 其他的作业 你就回复到相对应的文件的后面 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的缴交方式 是云端的缴交方式 那请各位 不管你用什么云端工具 你要有一个 OK 那 要有专案档 要有 这个 等一下 要有专案档 还要有图 OK 所以我们 会先看你的图 图如果 如果我们觉得 你的东西很有趣 或者是我想更仔细看 我就会下载你的专案档 OK 那这边是专案档 我可以下载下来 处存 OK 那我打开来 我就可以看到 你所做的作品 是什么样子 好 以这个我已经下载完了 OK 那 它 它 现在有两个 我也搞不清楚哪一个 才是刚刚开的 好 就这样 好 OK 所以现在已经下载 完了 而且开起来 好 所以请各位呢 缴交作业 可以 要用你的网络 或者是用 Wikidot 或者用Facebook Trabbox 都可以 做好 就这样交 这个 会算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 基本上我们 都会从这边来打 所以你这些一定要交 不然你就没有平时成绩 OK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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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